当地时间6月10日前后 中国华为专题技术有限公司董事会副主席 首席财务官CFO孟晚舟被扣押一案的进展仍在引发外界的强烈兴趣 加拿大专题当局对此案的介入能力更成为外界争论的焦点 根据家方的最新安排 孟晚舟案将于2020年1月20日前后进行新一轮引渡聆讯 其法庭工作将于2020年10月至11月间完成 由于加拿大新一届大选即将在2019年10月21日举行 现任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及其麾下自由党的选情也全面堪忧 这就让本案有较大可能横跨加拿大两届政府 特鲁多当局对此案的无能为力也由此一目了然 加拿大2019年大选即将在10月21日开始 特鲁多选前选情堪忧、图元、VCG、加拿大全竟因中国拒绝购买加拿大油菜籽、猪肉 大豆已经遭遇了明显的经济损失 其商界人士在大选前夕呈现一片风声鹤唳的局面 沃泰华方面固然想过要主动出击 努力摆脱当前急转直下的不利局势 加拿大农业部人士甚至还在6月5日和中国海关成功取得联系 但加拿大方面终究不能回避中加关系最近几个月令人担忧的源头 即孟晚舟一案 在中美贸易战日趋激烈之际 加拿大面对孟晚舟事件 华为风波以及中美对第五代通讯技术、5G、领先地位的争夺已难以智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一系列风波远远超出了沃泰华方面的处理能力 迟迟不定的孟晚舟案 一成加拿大深陷无解谜局的标志 特鲁多还能怎么办对沃泰华各界人士来说 加拿大当局在中美贸易战中扮演的角色正令其陷入被动 加拿大司法部早先公布的证据已经表明 加拿大在孟晚舟案件中充分接受了美国的领导 此前 孟是在2018年12月时的被扣押极系加拿大皇家骑警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三部门互相配合所致 加方甚至遵照FBI指示强行搜查孟晚舟行李 进而对其逼供 事已至此 加拿大各产业人士面对遭遇中国反制的现状也自知理亏 但生意终究还是要做 可沃泰华方面又能怎么办呢 沃泰华的政界财经界人士虽建议让前总理克雷蒂安 Jean Critian 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前往北京说想 让这位曾经六次访华的政界起诉发挥一下余热 但特鲁多当局已在10日前后否认了将有特别代表团访华的可能 很显然 特鲁多当局对此已有些一筹莫展了 截至2019年6月 加拿大各项对华输出农产品都出现明显回落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9年4月份中国从加拿大进口菜油1 2万吨 较3月下滑82 8% 加拿大出口中国的大豆也遭遇断崖式暴跌 从2018年8月到12月的320万吨下降到2019年1月到4月的3 700吨 此外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5月公布的另一份文件显示 中国还由于卫生原因暂停购买加拿大奥利梅尔公司 Olimo LP和德拉蒙德出口公司 Dramon Export这两大猪肉出口商的肉品 当中国拒绝进口加拿大农产品时 此举不仅会造成经济层面的巨大损失 在大选将近之际 加拿大农业资本家也会对特鲁多当局另有想法 于是 2019年6月上旬 特鲁多的民意调查支持率也被保守党推出的总理候选人谢尔 Andrew Scheer逐渐赶超 因此 加拿大在2019年10月21日大选后的改朝换代就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对无计可施的特鲁多当局来说 这种结局可能将是他们乐于见到的 因为困扰现任自由党政府的孟晚舟案件及中美贸易纠纷 也将同样困扰新一届加拿大当局 更不用说以特朗普专题Donald Trump为首的美国当局也不会主动帮助帮助加拿大脱困 超出加拿大决断能力的案件当下 特鲁多当局可能对华盛顿介入中 加贸易问题仍抱有些不切实际的希望 毕竟 中国和加拿大的经济实力不在一个档次 加拿大无法对中国采取主动报复措施 这使得沃泰华转而期待华盛顿为自己做点什么 遗憾的是 加拿大当局很难从华盛顿处得来令人满意的答复 加拿大驻美国大使麦克诺顿 David McNaughton等政要虽指出 加拿大在委内瑞拉 拉脱维亚及北约等问题上支持过美国 美国因此有必要帮助加拿大 特鲁多本人也曾在五月上旬威胁称 如果等不到盟友愿意提供帮助的回应 加拿大就将停止和美国在许多问题上的合作 但华盛顿对此是不以为然的 资料显示 美方虽要求加拿大拘押中国华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但特朗普当局不仅不和加拿大分享情报 美国还强烈地表现出了不想帮助加拿大摆脱困境的意愿 不可否认 伴随着特鲁多当局在五月十九日宣布批准新的美墨加贸易协定 到五月三十一日 美国副总统彭斯 Mike Pence 还在访问加拿大期间夸赞美加关系从来没有如此坚实 称特朗普是加拿大人民的极好朋友 加拿大按美国受益扣押了孟晚舟 但美国并没有帮加拿大解决实际问题 但值得注意的是 美加之间的这种亲密互动终究是基于美墨加贸易协定这一前提而来的 美国在中 加贸易矛盾及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 Michael Kovrig等人被逮等问题上至今没有过明显的动作 考虑到美国在对加拿大关税问题上也有过明显的反复 彭斯的加拿大之行亦有暗示继续加征汽车关税的意图 这就让加拿大政府和政治观察人士感到了未来局势的凶险 进而开始怀疑美国的可信度 于是 对于美国关系密切的特鲁多当局来说 孟晚舟案件的处置就已经变成了某种超出其能力范围的行动 如将此案抛给下一届政府 或许将是一种相对安全的选择 而孟晚舟案件即由此引发的中加贸易问题 更将从此与沃泰华无关 未来中美博弈的结果将决定这场风波的最终结局